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我要自学网出品的Excel VBA视频教程 这几课我们学习第15课 循环语据多路普它的实例 现在我们看 我们希望将这个表中的成绩进行一个判断 判断的要求是将大于等于90分的记录给勾选出来 也就是如果成绩大于等于90分 那么我们在对应的这个等级的这一列里面 就打一个勾就可以了 好 怎么做的呢 这个代码怎么写的 我们切换到代码端口 那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对应的就是这款代码 先做一个测试 看对不对 好 等一下 是不是 大于等于90分的都打上勾了 那么它是怎么样一个循环的这种原理 这个变量我们就不说了 生命变量 然后生命变量以后 首先将RS 将1复制给RS 也就是这个时候RS是等于1了 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按F8跟着的解释 对吧 复制S1 然后呢进行累加 1加1等于2 这个2如果大于等于10的话 那么就退出当前循环 但是2并没有大于10 为什么要大于10呢 因为这个我们就想 如果它大于10的话 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这个表 是不是 因为这个表最大的就是第10行 现在相当于是第二行的判断 因为第一行没有数字 所以不用判断 那么为什么我这里复制1呢 就是这个道理 它的1加上后面这个1就是2 所以它的最开始的数字 就是从2开始 并不是从1开始的 2大于10吗 接着来看 不大于 所以它不执行这一句 那否则不大于的话 就执行这一句 好 那么再来看 SRS 然后2 就是2行2列 单元格的2行2列 就是指的B2单元格 大于等于90吗 它是91 条件成立 那么条件成立的话 就对应在单元格3 就是C2单元格 这个就是2行3列 2行3列就是C3单元格 打一个勾就可以了 好 调整一下 可以大致看一下 那是不是打上勾了 然后接着来进行后续的判断 后续的判断 好 调整一下 后续的判断 end if 完成 然后继续循环 这个时候 RS已经等于2了 2加1等于3 3大于10吗 不大于 所以继续 进行这个判断 如果大于等于90 那么就打勾 在对应的 第1C列的对应的单元格打勾 那么这个没有大于 所以直接跳 结束了 end if 第4个 有大于吗 没有 然后这个也没有 还是把它拿出来 这个立体 本地窗口 6没有 7没有 8也没有大于10 直到循环到第10行 过后到第11行的时候 你看 11已经大于了10 条件成立 执行X度 退出当前的循环 那么 其实这个时候 我已经判断完了 因为判断到第10的时候 已经判断完了 所以现在就退出了 你看 直接就执行到 end sub 执行到最后一期 end sub 是不是 完成 那么我们 其实的话 看一下 当我执行到这个 X度这个时候 到这里的时候 他立刻就执行到这里了 因为在这个度循环后面 没有其他的语句 所以他执行这一句了 既然没有其他的语句了 那么 我何不 在这里就写个 X sub 直接退出当前的这个子过程了 因为这后面已经没 没有代码 可以运行了 需要运行 所以我就直接写个 Xtub 就是把当前的子过程 全部退出 也可以 试试 好 到11的时候 看到没 刚才有点宽 到第11的时候 当11已经大于10以后 直接退出当前子过程 那就结束了 还不需要多运行一计 多执行一计 好了 这个就是关于 度循环 Dulof这个循环 他的一个实力讲解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课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Dulof的其他 其他运用 和其他这种知识的讲解 好了 这期课讲解在这里 同学们再见 对 对 感谢观看